还是新闻全球现场马上来关心 在今天上午苗栗公管箱 知名的景观餐厅 和塘居旁边的铁皮仓库 传出了火警 由于火势在铁皮仓库里 闷烧将近两小时 消防队员才顺利将火势扑灭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而这家餐厅从5月中旬 就开始自主防疫电修 7月底刚刚公告恢复营业 不到一个月就遭遇火警 时尚雪上加霜 铁皮屋冒出火蛇夹带 阵阵浓烟只窜天际 消防队员抵达现场 联盟拉水线从铁皮屋四周 涉水降温 消防人员冒险进入屋内寻找火点 但铁皮仓库内存放毅然物质 又临近餐厅厨房 紧一销不敢掉以轻心 来吹一来吹一 而起火的铁皮屋是苗栗公管箱 知名的景观餐厅和塘居的仓库 火势延烧面积大约100平方公尺 一度危急临近建筑 经过两小时的抢救 火势才顺利被扑灭 但仓库已经复制已去 尽管餐厅主体没受到波及 不过和塘居从5月中旬就开始自主防疫电修 7月27号才刚公告恢复营业 但想不到短短不到一个月 遭遇注容时在雪上加霜 不过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鉴定 记得张欣杰苗栗采访报导 以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